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, 朱国平只能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大家。 他向全社区居民公开电话号码, 24小时开机。 从此,朱国平的生活只有上班时间, 没有下班时间。 社区虽小,但它却是一个小社会, 是我们大社会的缩影。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, 在这个小社会里, 居民的诉求在变, 而社区工作者们的工作重点, 自然也得随之改变。 这就给朱国平这个社区主任的工作, 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挑战。 我们知道对于小区来说, 最主要的问题,停车问题。 您是怎么解决小区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的? 本来这么多年来, 应该说我习惯了就文明小区嘛, 大家都已经养成了好邻居, 对吧,好朋友, 大家都为了一个车位, 110也来了, 就是大家因为抢是吧, 没有地方停。 抢车位, 因为我们的阿姨到五点钟, 四点钟了, 她就不出去了, 把个凳子抢在车外, 租到她儿子来, 我看到这个阿姨, 你太辛苦了, 对吧, 儿子为晚一点呢, 有应酬呢, 对吧, 她要租到七点钟, 八点钟, 为了这个位置, 根本我们边上的邻居就不开心了, 你明明这个位置我好停的, 车还没来呢, 你还没来呢, 到底来不来你还在停, 他们会吵架, 完了以后吵到你上去吗? 吵,吵, 有事要打110, 110很忙, 是吧, 本来缺车位的话, 不是我这个居民区主任书记操心的, 应该是物业, 你完全不要操心, 领导也没给我安排这个工作, 但是我感觉到, 这是三千多人的都是我的居民, 对吧, 我说老百姓的事情, 我们那儿居委会干部, 就是为老百姓办事事, 搞了我首先就想办法, 图款抽味, 我这么几年来啊, 搞了两百个抽味啊, 怎么搞出来的, 小区不还那么大吗? 对啊, 对, 小区又称痛称筋, 有抽的人要抽味, 无抽的人就不会给你抽味, 你要弄抽味, 就破坏我, 绿化,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, 对对对, 我就想, 有抽的安全有个抽味, 没有抽的就把你的绿化弄了漂亮一点, 我在这个小区里, 就是开一个抽味, 就搞一个景观, 搞了我现在, 到我小区里十大景观, 你有了车位, 你就意味着就把那个, 要绿化的那块就废掉了吗, 就没法绿化了, 你怎么绿化呢? 屋顶绿化, 这是我的车盆, 这个车子停在下面, 上面是顶红上面, 对对对对, 墙面上也有, 对吧? 对, 车盆轮上, 两个居民全部看到我绿化, 我上面的车盆的绿化很漂亮, 你说小区有十大景观, 十大景观, 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, 这个是我们的法宣言, 十二生肖下面, 都有的法律宣传, 法律宣传呢, 上面有字是吧? 都有字的, 文明阳格啊, 不能放鞭炮啊,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生肖, 根本大家好齐心, 保险呢, 我的生肖下面什么话, 全家五个人, 五个生肖, 五个法律都记牢了, 就像这种记牢, 一家人走着一趟, 五条都看明白了, 就大家在小区里的花园, 逗逗看看, 这顺便就是法律宣传, 这个是我们老年朋友的健身地方, 近来就是像你看, 像苏志一样, 亭林一样, 要在健身的时候, 感觉环境要好, 还不是为了几个机器搞健身, 这个健身呢, 是我们小区的边角料, 原来是伪赞建筑, 后来我就做工作, 把伪赞建筑拆掉了, 回归到我们的老百姓, 最感动的, 就是我们的一楼的居民, 就把窗封掉, 浪盖我, 他一定要封掉的原因是, 因为我老年朋友有痕迹, 耳朵不好, 眼睛不好, 就声音很大, 根本要影响老百姓的休息, 搁了好多老百姓, 也有的意见, 我这当中的话, 我每次个工程, 都在老百姓周边, 就是搁了一个墙, 就在人家窗口底下在搞, 假如我这个居民不同意的话, 我再热情, 再接下来去住, 也住不好, 哇, 这个很漂亮, 这是儿童乐园, 这是儿童乐园, 小朋友玩的地方, 对, 对,对, 商品房现在就到儿童乐园, 我们老小区肯定没有儿童乐园, 我就想, 我关心一个小孩, 就是关心三代人, 让我们一到三岁的小宝宝, 在这里好玩, 好安全, 我觉得他特别能抓住主要矛盾, 对, 因为儿童乐园嘛, 老百姓也是有对有私的, 在随家门口是私的, 对吧, 在整个小区, 上百多私得的, 老百姓一个小孩玩, 好多家长当心的呀, 当心的会叫, 那你说在这个附近的这家人家的矛盾, 你怎么解决呢, 他觉得太吵, 对呀, 你怎么弄呢, 对呀, 我首先让我们的老百姓支持我的人, 你放心, 我一定会管理好, 首先我自愿着二十小时弄干净的, 首先是整洁卫生的, 整洁, 那噪声的问题呢, 第二个是要整时开门关门, 我就想好, 就是早上晚一点, 九点钟, 九点八, 定时的, 下午我们老年朋友家里都要睡觉, 睡午觉时间, 把门关掉, 不能来的, 你看他不仅仅是箭, 我把硬件弄起来, 接下来所有的管理工作我也非常到备, 要全部要跟上去的, 因为我这个东西要让老百姓每次要口碑, 很开心, 本来是为老百姓做开心的事情, 为什么给老百姓弄了不开心呢, 对吧, 管理是我365天的操心, 每个警官, 老百姓感觉, 哎呦, 好的, 好的, 就是花园在你, 小桥在你门前, 你的房价要比周边的高, 我红厨小区, 应该在我们虹桥新城周边五个小区, 我房价是最高的, 你这个特别漂亮的绿化, 还有你整个小区的环境, 还有你小区的氛围, 实际上是给你的小区大大加分了, 我听说有一个叫做时间储蓄银行的这个概念, 好像很有意思, 周阿姨跟我们讲讲这个时间储蓄银行,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 当时的话是96年97年嘛, 大批的下干工都回来了, 大家呢, 小孩都在读书, 一个呢, 我要解决这就业岗位, 第二个呢, 我要帮助这个小孩, 不掉队, 我们红厨小区, 上市二位原点老师, 我说你就为我们上市和小孩补补课, 就叫我下岗妇女给你收饭, 就把时间来交换, 就是说我用时间来交换, 你交孩子的这部分费用, 是吧, 就这个概念, 对, 现在我们小区这800个志愿者, 他们有五个公开, 姓名公开, 他们单位公开, 学历公开, 家里的门派号也公开, 不管自己好看难看要贴个照片, 你看, 比如说那个计算机学院的教授, 他就可以为计算机爱好者和初学者提供帮助, 这有一个外科医生, 他可以帮你诊疗, 对, 现在的境界就不用时间交换了, 就是我为你提供一些帮助, 我愿意, 交不交换无所谓, 不用像原来那样, 我一定要用等价的时间怎么样去交换, 不需要了, 现在整个小区当时都朋友了, 我们今天现场, 有这个他所在小区的几位居民, 我们也请到了, 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评价这位猪阿姨的, 我是教他就是当姐姐一样, 因为我弟弟经常要犯病的嘛, 因为特殊病人嘛, 然后他呢就是很耐心地倾听, 跟他交朋友, 给他联系医院, 像这种情况, 我们小区很多很多, 都是得到他帮助的, 谢谢您啊, 旁边那位也是, 我也是小区居民, 我老公的眼睛呢是不好的, 他是沙漠生命的, 朱国平们经常到我家里来访问, 做了那个楼道里面的副手, 安葬了这个电灯, 所以我很感激他, 我也志愿出来呢, 当了十几年的楼组长, 志愿者, 也为他做点事情, 也对他的感恩, 现在的红厨小区, 道路整洁, 绿树成荫, 苗宇花香, 邻里关系和谐, 虽然房龄比较老, 但很多居民都舍不得搬走, 随着时代变迁, 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 社区治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热点, 新热物, 而朱国平总能迎难而上, 在第一时间想出解决办法, 我问一个, 现在好多小区都有这个养狗的问题, 就会发生很多矛盾, 您那儿遇到过吗, 就是老百姓提前, 鸽在楼道里在叫, 鸽放在外面不闻名, 有的大的鸽大家很害怕, 那么我就想叫我们去委干部, 全部到每栋楼登记一下, 那么登记出来四条鸽, 好, 我第二部分, 我就发信, 发到每家每妇, 然后从我家里的人, 就打招呼, 每家狗要配合, 拍个照片, 蒙拍号, 就是它对的名字, 那么我呢就是要公开, 你把这些狗全部都公出于众, 是让大家知道说, 这狗都是谁家的, 是吧, 大家都认识, 这个狗, 好的, 这个很文明的, 几号的狗, 你这人其实让狗主人也能感觉到, 就是我们家的狗到底什么表现, 其实大家都知道, 他的表现可能又映射了我的表现, 就这个意思, 因为我讲话, 狗是听不动的, 也没办法管狗, 他才懂得, 我再着急, 他不会理解的, 但我着急要叫他的主人来理解, 那么现在大家都关注了, 二楼上了楼下, 就看好这条狗, 这家的主人是文明的, 这个狗肯定是文明的, 这家主人本身就不文明的, 垃圾从前面抛下来的, 这个狗肯定是不文明的, 我就开居民代表大会, 就民宿的, 大家就没有, 这个狗肯定是文明的, 这个狗肯定是不文明的, 上海话出来了, 大家先问信管吧, 谢谢, 周阿姨通过,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 让大家感觉到, 他这个管理是相当有魅力的, 他做一切事情, 他都是既要做好这一步, 也要瞄准下一步, 这是他的一个成功的, 非常关键的, 但说实话呀, 随着我们这些居民,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, 越来越多元化, 其实周阿姨他们的工作量, 是越来越大, 那他们必须也要一些创新来跟上, 所以要想干好这个活, 还真的是要有绣花的功夫, 要有绣花的耐心, 对,对,对, 社会治理的改善, 是国家经济发展之后, 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, 你像近些年来, 其实我们国家, 从顶层设计上, 不断地有这个相关的政策法规, 来支持这样的这种, 社区治理的改善, 比如说17年的时候, 就有这个加强和完善, 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, 它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起发的, 它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, 社区治理的法治化, 科学化, 精细化, 组织化, 它做了这个, 就是顶层设计室的要求, 而在这个十九大之后, 那么我们对于社区治理的, 共治, 共享, 共建, 这样的一个这种概念, 又给基层社区治理, 注入了活力, 那么在各地方, 为了配套这个相关的这个, 社区治理, 那么给钱, 给人, 给政策, 依然在鼓励, 年轻化的, 知识化的干部, 进入到基层治理的队伍当中, 因为社会的不断地发展, 社会问题, 出现的问题变得纷繁无杂, 那么没有我们说, 法制化, 科学化, 经济化, 组织化的手段, 社区工作做不好, 因为只有让社会稳定了, 生活幸福感增加了, 获得感增强了, 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这个, 经济更进一步地发展, 国力更进一步地提升, 谢谢, 谢谢,